每個人都有他的權利去判斷跟去決定 這個東西它貴不貴 它划不划算 這都是每個人的心裡面的一把尺 都OK 沒有問題 報告 各位同學 這一年呢 阿文的小麥布 升級成為了小超市 螺絲粉給大家安排起來囉 到手70 對不起喔 剛剛 對 身體反應 身體反應 每個人都有他的權利去判斷跟去決定 這個東西它貴不貴 它划不划算 這都是每個人的心裡面的這個一把尺 都OK 沒有問題 好不好 也不是說就是吃不起會怎麼樣 只要五塊錢而已喔 同學一包只要五塊錢 請看一下 來 沒有掉棉絮 也沒有變形 對不對 喔 謝謝同學 送我的這個車車喔 感謝你 不是一條龍 那就是一條蟲 和尚不吃肉 早晚要人工 我沒頭蟲 空空空空 空空 啊 你們說包裝不好 你們說收到的東西不是你們要的 你不能這樣 陳奕羅 我不希望帶給你們任何的覺得 我要退關 我要取關 你知道嗎 我的抖音號是連著我的手機號 所以 真的啊 有任何的消息 我會第一時間收到 我會直接傳給我們的團隊 有任何的問題 你們說包裝不好 你們說收到的東西不是你們要的 你們說任何的問題 我都會直接傳給我的團隊 我恨不得我可以回應 但我不可以回應 因為 對 這也不是我 我該做的 但我會看到 我在小某豬上面 我在微博上面 我很多評論大家在我 我都會看 我都會截圖給我的團隊看 只要任何做得不好的 我們會努力 我們每天成交單破萬 破十萬 總會有一點那麼的舒服 但我希望我們可以 做得很好 做得越來越好 讓大家看到 我想讓大家看到最真的成語 我也不喜歡演戲 我是說在直播間演戲 因為我純粹就是要給大家福利 然後 我一直說我不是來玩的 我是認真的 因為我想要 努力地做下去 那直播我覺得 我不是只是因為覺得 它流行 它錢來得快 它好賺 或是怎麼樣 我第一次直播的時候 我跟這個團隊說 我沒有播過那麼久 我極限是五個小時 我沒有辦法再播乾再久 然後後來我發現 我們五點要開播 我們要播到十二點 我越來越能適應 我越來越覺得 我想要讓大家看到我的努力 在直播過程 我想要把最真的自己帶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天啊 我演七個小時 演八個小時 我也太累了吧 不可能嘛對不對 然後我希望大家 就是在我直播間可以開開心 你來看看我 跟我們聊聊天 然後覺得很好玩 它直播間會打打鬧鬧的好玩 都可以 然後我就希望這樣下去 結果到後來 我自己跟團隊說 我想要播七個小時 我想要播一整天 我十二個小時 我記得我第一次播十二個小時 中間我斷下播了一次 因為團隊說要在幹嘛 再處理一下貨的問題 我很生氣 我說幹嘛斷播啊 我就是要十二個小時 一口氣播完 為什麼要斷播 但後來我知道有些 技術性的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就中間 都會斷播一下斷播一下 但其實就是為了 準備更好 給大家看到 我會讓大家知道 在我直播間是開心的 然後真的買到東西 其實是物超數 我只是性價比是真的很高 因為我本來就對數字很有概念 我本來就是學經濟的 我對數字 我對性價比 我很在意 所以我一定會幫大家 把守出這一關 那如果做得不好 我們會繼續努力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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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